资产质量是商业银行经营的生命线 上市银行2024年中暴披露后 市场将更多目光投向了零售贷款 部分银行个人经营贷不良率攀升引起关注 个人贷款包括个人住房贷款 信用卡贷款 个人经营贷款 个人消费贷款等品种 其中个人经营贷主要是面向个人发放的 用于借款人从事合法生产经营活动 例如进货采购 支付水电气暖 所需资金周转的贷款 发放对象一般有小微企业主 封控措施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在支持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的政策号召 及相对特殊的市场环境下 这一贷款品种规模快速扩张 邀行数据显示 2019年末个人经营贷整体规模为11.35万亿元 此后每年均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扩张 2020年末升至13.62万亿元 同比增长20% 2021年末为16.2万亿元 同比增长19% 2022年末为18.9万亿元 同比增长16.5% 2023年末为22.15万亿元 同比增长17.2% 截至2024年6月末 个人经营贷余额为23.8万亿元 较2019年末一番倍 其中大中型银行是新增投放的主力军 短期迅速膨胀的规模一度稀释了不良率 2020年末部分大中型银行的个人经营贷不良率 较上年末明显下行 但从2023年开始 多家国有大型个人经营贷在规模继续增长的同时 不良率开始走高 2024年6月末 大行个人经营贷不良率从高到第一次为 有储银行1.88% 建设银行1.57% 工商银行0.91% 交通银行0.88% 农业银行0.77% 中国银行未披露 其中建行较2023年末上升62个基点 BP有储银行上升15基点 其余三家升幅均在十几点以下 业内人士指出 建行近年来在普惠金融领域发力较早 力度较大 风险暴露自然也早一些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 只有少数银行披露了个人经营贷的情况 例如 普发银行2024年6月末 个人经营贷不良率为1.6% 较2023年末上升9基点 兴业银行这一贷款不良率为0.8% 较2023年末微升1基点 成农商行的个体差别较大 不良率有升有降 例如 苏州银行2024年6月末 个人经营贷不良率较2023年末 上升76基点至2.27% 重庆农商行这一不良率较2023年末 下降27基点至1.78%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反映 目前公开披露的个人经营贷不良率数据 可能尚未充分反映真实情况 一些较激进的银行分行有爆雷风险 值得关注 近期 记者通过采访多位银行相关领域人士 了解到 这波个人经营贷风险暴露 除了受经济下行 市场行情变化等因素影响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一方面 银行的信用贷产品面临外部数据欺诈风险 对数字普惠金融模型提出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 主要以房产为抵押物的抵押贷 遭遇房价下跌 部分借款人资金链承压 一些三年前违规挪用经营贷炒房 购房的群体 以偿道短贷常用的苦果 应引以为借 记者数据专题 银行应对个人经营贷不良攀升 结合本篇深度报道 和各类贷款不良余额 住房贷款余额等多为数据 可下载 数据通Pro会员专项 规模何以扩张 据中泰证券银行业分析师 戴志峰团队统计 截至2024年6月末 披露相关数据的 40家A股上市银行的 个人经营贷规模 合计11.8万亿元 占全市场 个人经营贷规模的50% 其中 国有大行 全国性股份行 城商行 农商行规模 分别为6.7万亿元 3.8万亿元 0.8万亿元 0.4万亿元 占上市银行 个人经营贷规模的比例 分别为57% 32.5% 7% 3.5% 从近四年的扩张幅度来看 国有大行势头更猛 2019年末 国有大行 股份行个人经营贷规模 均在1.9万亿元左右 至2024年上半年末 国有大行这一规模 达到6.7万亿元 较2019年扩张3.5倍 负荷增速31.1% 股份行 城商行 农商行 分别扩张2倍 2.1倍 2.7倍 负荷增速分别为16.5% 29.5% 28.1% 不过 个人经营贷在各家银行总贷款中的占比仍然不高 大行个人经营贷仅占比5.1% 农商行占比最高为14.3% 目前 个人经营贷规模最大的是公行 1.57万亿元 其次为建行 8857.7亿元 在各自的各贷规模中分别占比18% 10% 从近几年的增速看 建行高于公行 建行2020年末 个人经营贷余额为1385亿元 不到4年的时间增长了5倍 公行2020年末 个人经营贷余额为5216亿元 不到4年的时间增长了2倍 2020年疫情爆发后 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之类的客户 国家号召银行不抽贷 不断贷 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 增加信用贷和中长期贷款的方式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要求大行发挥投验作用 减费让利 并开通绿色通道 缩短放款流程 一位大行相关业务人士 对记者回忆道 按照担保方式的不同 个人经营贷可以分为抵押 质押 保证 信用等方式 其中信用贷款期限较短 利率相对较高 抵押贷款期限可达三年级以上 利率相对较低 多用个人住房做抵押 以房产评估值的一定比例 确定贷款额度 不同银行 不同产品的贷款价值比 LTV不同 通常在六七成左右 有些风控较松的中小银行 能达到九成 建行作为国有大行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该行总行普惠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建行个人经营贷规模原本较小 2021年年中 总行党委明确要在这一业务领域发力 体现大行担当 此后该行将个人经营贷发展职责 明确化归到普惠金融部 彼时 建行在小微企业贷款诱中 以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数字 普惠金融经验 经研究后 决定将这一模式推广应用 到个人经营贷 所谓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即突破传统 以财务报表为主的信用评价方式 对内将小微企业 企业主 个体工商户的交易流水 工资发放等多维数据进行整合 对外形成 以政府公共市业类数据为主体 特色场景类数据为助力的 外部数据体系 将数据资产转化为信用信息 构建客户的评分卡模型 对其偿债能力 偿债意愿进行线上评价 实现标准化 自动化额度审批 从线下繁琐的人工作业模式 向线上标准化模式转变 提升效率 近三年来 建行数字普惠金融模式下 个人经营带主要有两个主打产品 一是纯信用的商户云带 单户最高额度300万元 二是基于优质房产抵押的 个体工商户抵押快带 单户最高额度1000万元 据前述建行普惠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 商户云带使用的主要是 该行与有关支付机构合作后 获取的商户收单交易等数据 此外建行对传统的费时费力 魔人的营销模式加以改建 一是在线上依托 汇动你爱与平台 实现跨时空 跨地域触达客户 二是通过数字化手段 识别分析客户的融资需求 向线下客户经理精准推送 营销商机 三是由零散的货客模式 向供应链 工业员批量货客模式转变 由此 该行个人经营贷款业务 快速增长 也带动了普惠金融业务 成为近年来市场上 普惠金融贷款供给量 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我们的信用类贷款规模 是所有银行中最大的 是真正用大数据做出来的 解决了小微企业 尤其是个人经营贷款的难题 前述建行普惠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 在2021年 以前建行普惠金融贷款规模中 信用贷约展三成 自2021年商户云贷产品上线后 信用贷客户数规模明显上升 目前信用贷余额占比 已提高到四成以上 信用贷面临数据欺诈 年报数据显示 2019年末建行 个人经营贷不良率为3.5% 2020年末 2021年末 2022年末不良率 间连降为0.99% 0.72% 0.65% 但2023年起 随着各方面情况发生变化 该行个人经营贷不良率 上升至0.95% 并在2024年上半年 继续升至1.57% 升幅略高于其他可比大型 除了经济形势 市场环境 疫情期间 国家推出的延期政策 到期等行业共性原因 建行普惠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自2023年上半年以来 该行面临外部数据欺诈风险 一些部法中介机构 通过美化 甚至伪造各类数据 来帮助借款人 获取银行贷款 国内最早对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的信用评价方法 与大企业一样 即分析各类财务报表 但小微企业财务数据不全 且易造假 因此银行近年来 尝试基于大数据发展 对建行格外关注 正所谓数大招风 一些部法中介盯上了 国家号召金融机构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 及商户的政策 指导部法分子 通过数据造假 获得银行贷款 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就是通过从第三方线上 获取数据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但随着部法中介数据 包装伪造手段的翻新 这一模式遇到了挑战 前述建行普惠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说 数据如何造假 前述人士举例说 部法中介通过养科 更换手机号等方式 包装经营 伪造流水 使得数据背后的交易 和经营可能是虚假的 鉴于上述问题 为保证继续做好 相关服务和业务 建行持续对数字普惠 金融模型和产品进行优化 通过不断采集更多数据 强化数据组合使用 和交叉验证 因为同时伪造多个数据的 难度较大 数字普惠金融模式的优势 在于快捷可观 因其自身特点 需快速迭代模型 以实现对风险的 及时识别与把控 2024年以来 建行小微反欺诈 新增上限数十项管控功能 拦截率较2023年 同期大幅提升 此外 针对相关业务的特点 建行推进 集约化风险管理 及预警处理机制 及依托预警系统 对风险进行集中处理 同时通过分层分类管理 实现基层 与集约中心的互动与衔接 预警处置 已由基层向省分型集中 未来预计会进一步 向总行集中 这一方面是因为风险管理 是一项很专业的工作 应由专班人员来做 另一方面是因为 普惠金融的客群数量太大 一线客户经理 难以全面兼顾 前述建行普惠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说 聚业内人士 向记者反映 变造 美化数据 使所有银行 在数字化时代 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时 均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值得高度警惕 除了提高金融机构 自身的反诈能力 各地政府 执法机关 应加大打击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 形成震慑力 目前 江浙地区的地方政府 已采取一定行动 此外 有银行业人士认为 应坚持和强化消费者 权益保护 同时 在符合大政方针 并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前提下 可适当推动 如客户姓名 电话 地址等相对敏感信息的互联互通 以促进银行 与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的有效对接 尽管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在摸索前进中遭遇了挑战 但建行普惠金融部相关负责人认为 这种模式仍是 普惠金融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仍面临融资难问题 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真谛 是以数字化 线上化 人工智能化的方式 触客 货客 实险 控险 并提供服务 从而更为高效精准的 响应客户需求 发掘客户信用 促进信用向价值转化 帮助这类市场主体 更加便捷地获得金融支持 这是国家倡导的大方向 只要把风险分析透 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和解决 这类客群 及这个业务模式 仍值得银行坚持做下去 前述建行普惠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 本轮部分商业银行 个人经营带风险暴露 还与一些银行人员贷款 投放较激进有关 有些分行的领导头脑 比较清醒 知道量力而为 万一出了风险 分行财务上还背得动 有些分行干部 在特定时期 为了追求短期成绩 而大干快上 现在窟窿比较大 放出去的信用带 都不知道干嘛去了 一位大行省分行人士 对记者说 抵押带与楼市变天 个人经营带的另一品种 房产抵押带 在楼市尚未转向的三年前 成为一些炒房客 购房者加杠杆的子弹 违法中介通过 提供一条龙服务 帮助购房者套取资金 用于买房 如今也开始暴露风险 容360数据显示 2020年12月20日 至2021年1月18日 全国首套房贷的 平均利率为5.22% 二套房贷的 平均利率为5.53% 而同期 不少银行 给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贷 利率低至4%以下 个人经营 贷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之间 不小的差距 催生了灰色链条 一些中介提供的 一条龙服务 堪称量身定制 如果购房者名下 没有企业 中介可以帮忙 开空壳公司 如果购房者名下 没有房产可供抵押 中介可以先借全款 给购房者买房 当购房者名下 有了企业和房产后 中介机构在协助其 将房产抵押给银行 获得一笔经营贷 值得注意的是 金额较大的个人经营 带提款需要受托支付 银行通常会 打款给个体工商户的合作方 一般是上游企业 中介机构获得这笔钱后 再通过层层流转完成套现 彼时 这种操作模式 从广东等地迅速往全国 其他地区蔓延 引起了多地相关部门的注意 对此 银行的主要应对措施包括 一是严格实施贷钱调查 二是切实加强支付管理 三是禁止落实贷后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 跟踪贷款资金使用情况 同时 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加大 对第三方机构合作 贷款业务的合规管理力度 如审核发现为 借款人违规获得 个人经营性贷款 提供过桥资金 以空壳公司包装 借款人资质等行为的中介机构 应立刻终止业务合作 并将相关线索上报监管部门 尽管有明令禁止 但在巨大的省钱动力下 不少人仍选择铤而走险 短贷常用 他们当时的计划是 等三年后 个人经营贷到期 可以再找中介电资环本 向银行申请续贷 其料 三年后的房地产市场 已变天 房价跳水 银行续贷政策 因为疫情结束 及风险压力而有所收紧 同一房产 按几年前的评估值 能贷到不少钱 如今不仅 可能因评估价大幅下滑 而被降低贷款额度 甚至难以续贷 部分借款人 由此出现资金链断裂 风险开始向银行传导 戴志峰团队报告认为 随着监管严查个人 经营贷款流向 银行贷钱审批趋延 审批实际抵押率 多低于70% 甚至部分低至50% 安全店叫后 且银行对抵押品价值 开展定期重估 追加担保等贷后 管理措施 此类个人经营 贷风险预计可控 一位大型信贷部门人士 告诉记者 与信用贷相比 抵押贷自有风险 但还没到 动摇整体资产质量的程度 工行西南地区 某二级分行行长 告诉记者 其分行个人经营贷余额 较年初已增长超20% 目前仍在积极投放 坏账率尚未显著上升 原因是其所在城市 为西南地区中心城市 房价最有微跌 但叫全国来说 依然坚挺 远好于北上 升级其他三线城市 从工行情况来看 抵押类经营贷的 逾期与地区房价的波动 逞强相关 逾期严重的分行 往往也是房价跌覆 严重的城市 除了房价下跌因素 部分机构个人 经营贷坏账率的提高 还有为了充业绩 而放松审批尺度的原因 工行的风控相对严格 但确实有个别之行的 坏账率有上升 主要与放松尺度有关 前述二级分行 行长举例说 工行的个人经营贷放款 不仅要求小微企业 法定代表人签字 还要求其配偶 共同签字提供担保 但有些信贷经理 为了在季末十点充业绩 会放弃夫妻共同签字的要求 导致配偶转移夫妻 共同财产 给了客户赖账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 在房贷利率居高 倒挂的情况下 当前仍有将短期经营贷资金 用于提前还房贷的现象 据记者多方了解 目前大型 以房产为抵押的 个人经营贷利率有的 可以低至3%以下 信贷利率相对高一些 但多比调整之后的存量 按揭利率更低 一位股份行个贷部门人士 近期告诉记者 当前国内经济缓慢复苏 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的信贷需求 尚未明显提振 相关领域的贷款 投放压力不小 据他观察 现阶段个人通过包装 注册客公司 套取个人经营贷 小微企业贷款的情况 还不少 从2023年到2024年上半年 一直有不少人 在提前还按揭贷款 有些资金来源是有问题的 比如 两个人包装一个客公司 急上下游 申请银行的个人经营贷 偿还币银行的按揭贷款 这种风险太大 我们坚决不做 但是 如果是真正的小企业主 在别的银行 有按揭贷款没还完 有时候银行 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笔贷款 给他把其他银行的 按揭贷还掉 不过这种情况 如果遭遇经济下行 也容易出问题 前述股份 行个贷部门人士说 2024年2月2日 修订发布的 个人贷款管理办法 以明确 贷款人应在合同中 与借款人约定 借款人出现 未按约定用途 使用贷款等情形时 如个人经营贷 被挪用于 房地产领域等 借款人应承担 违约责任 贷款人可采取 提前收回贷款 调整贷款支付方式 调整贷款利率 收取发息 压降受信额度 停止或终止 贷款发放等措施 并追究相应 法律责任 央行数据显示 2024年2季度末 整体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37.79万亿元 较2023年末的 38.17万亿元 下降约3800亿元 上半年提前还房贷的趋势 尚未扭转 在2024年9月24日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 央行已宣布 将引导商业银行 将存量房贷利率 降至新发放房贷利率附近 预计平均降幅 在50几点左右 利率合理化后 预计会减少客户的 提前还款行为 同时也压缩违规制 换存量房贷的空间 对于当前存在的贷款资金 违规使用问题 银行还应提高 对贷后资金的追踪能力 前述建行普惠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银行要在做好系统内 资金流向监管的同时 建立银行间的沟通协作机制 防止部分客户 利用信息不对称 违规使用贷款资金 造成信贷风险 续贷政策缓释风险 包括个人经营贷在内的 普惠金融资产风险 近一年加速暴露 也与适用于疫情期间的 贷款展期政策 在2023年年终到期有关 2024年9月24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关于做好续贷工作 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知 下称通知 进一步优化 无海本续贷政策 或将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个人经营贷的风险暴露压力 通知 明确可以办理续期的贷款产品 包括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和小微企业主 个体工商户 农户的经营性贷款等 对2027年9月30日前 到期的中型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可以根据资深风险 管控水平和信贷管理制度 比照小微企业 续贷相关要求 提供续贷支持 从具体操作看 对贷款到期后 仍有融资需求 有临时存在资金困难的债务人 在贷款到期前景期主动申请 银行业金融机构 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 可以提前开展贷款调查 和评审 经审和合格后办理续贷 银行业金融机构 是允许小微企业 继续使用贷款资金 一位大型信贷业务部门人士 对记者表示 这次比较受关注的一条规定 是可不因续贷 而单独下调风险分类 之前因为财务困难续贷 是要下调分类的 而且要在能还得上 利息的情况下 才可以续贷 在此之前 部分大型已在内部出台了 信贷帮扶政策 深圳地区的房地产价格 在这轮调整中跌幅较大 福田 南山等核心区域的部分房价 已跌去40% 一位大型深圳分行 信贷经理告诉记者 以前个人经营贷的贷款周期 通常为10年 先息后本 仅每月还利息 每三年还一次本金 疫情期间 经营贷放款量较大 2024年 部分经营贷进入 第一次还本金的阶段 不少客户压力较大 已经逾期 2024年上半年 该行个人经营贷产品 已改为 每三年续贷的时候 只需在手机按照 点击一下续贷 继续选择先息后本 就可以每个月还利息 不需要偿还全部本金 资源银监会 2014年下发 关于完善和创新 小微企业贷款服务 提高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水平的通知 算起 吴海本续贷政策 至今已推行10年左右 尽管能够缓解 小微企业及商户的 短期资金压力 但亦存在争议 因为借心还就吃下 真实的资产质量 或被掩盖和低估 不过 一位大型信贷部门人士 对记者表示 应认识到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与大企业的不同 现实情况是 几乎没有小微企业 或个体户 会将资金 趴在公司账上 往往会转到个人账户上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 比如为了防止亲戚借钱 甚至为了防止员工挪用 因此他认为 对这类客户 不能简单以现金流 或某个节点 是否能够偿还 全部本金来评判好坏 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比如企业是否 还在正常经营和发工资 有没有销售回款和订单 对于经营正常 贷款到期后仍有融资需求 又临时存在 资金困难的客户 予以适当帮扶是有必要的 不过 他一坦言 在风险承压之下 一些银行的贷款 投放增速已有所放缓